今天在这条山路上意外看到了好多一种叫 顿果草的中草药 看看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长 走吧 现在就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就在这个地上开着小兰花 这个就是顿果草了 这一株还不会很大 这一条路上可以看到好多这个顿果草 它是植草棵果草属的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的金有的直立有的是这种倾斜的生长 而且经常会从一条分岔到好几条 整个植株高达20到45厘米左右 它的金呈圆柱形 近看你就会发现上面长满了这种粗糙的毛 就连叶子的两面也有粗糙的毛 它靠地面上生长的叶子经常都是这种成生的 而且也会大一点 而在它金上生出来的叶子就比较小 成这种狭暖形或者是披针形 每年的4到5月就是它的花期 它的花很小很小 我们来近看一下 外边是蓝色 里头还有一圈白白的颜色 最有明显十倍特征的还要数它的果实 你看它这个的果实 里面有四枚的小果 然后就长在它这个盾里包裹着 所以才叫顿果草这个名字 在中医上它的全草都有药用价值 全国中草药汇编里头就有记载 喜欢生于山坡草地 陆旁还有贯虫中等等 在我国它主要分布于陕西 甘肃 江苏 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惠州 以及云南等地 不同的地区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 因此它的别名也有叫顿形草 黑谷风 铺墙草 野生地 猫条杠等等 视频前的朋友们 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见过这种草呢 你们那又都是怎么称呼它的 快来留言区一起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的朋友们 大家记得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会